他说,头指一枚均匀了铜板,铜板有正面反面 头指八次,头指八次 在最初两次的头指中曾出现过正面的条件下 八次头指中恰好出现参事正面的条件机率 A代表最初两次有出现过正面的事件 B是八次里面出现三次正面的事件 这样他要求的条件记忆 在最初两次有出现正面的条件底下 八次中有三次出现正面的机率是多少 依照条件记忆的定义,这是PA 分多少?PA交V 那我们来看看PA是等于多少 最初两次有出现正面 这是等于1减掉 最初两次都没有出现正面的 1减掉多少? 最初两次都没有出现正面的话 第一次他一定是反面 机率二分之一 第二次他也是反面 机率也是二分之一 所以这个是多少? 1减掉四分之一 所以这四分之三 最初两次呢 至少有一次出现正面的机率 是等于四分之三 那我们现在来看 PA交V 这机率多少? 最初两次 这样有八次 最初两次 有出现过正面的 那这后面六次 一、二、三、四、五、六 那A交V 就是说 最初两次他有出现正面 而且总共出现三次正面的 那机率多少? 有几种情况呢 就是说 两次都出现正面 那么机率是二分之一的多少? 这两次都出现正面的 这是二分之一的 两平方 那乘多少? 那前面两次出现正面 那后面恰有一次出现正面 那六个 我选一个 六个选一个 出现正面的 其他都出现缓面 出现正面的机率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其他出现缓面的机率也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的五次化 这是第一种情况 前面两次都出现正面 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 有一次呢 是正面 那一次是缓面的 那就是C二取一 两次取一次 出现正面 然后有二分之一的 再称二分之一 出现正面机 出现缓面机 二分之一 出现缓面机 那现在的话 这两个 出现一次正面 另外呢 两次正面在这里 所以在乘多少 C六取二 这两次出现正面 出现正面机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的平方 在乘多少 其他四次出现缓面 每一次缓面的机率也是二分之一 这是四次化 这个把它加起来就是 就是 A前B 这个事件 它的机率 所以这样等于多少 这样是 C六取一 这是 这个等于五次方 六次方 八次方 这是六 加多少 这两项相加 这二乘以多少 六取二多少 六乘以五 二乘以一 二三就是六 十五 那乘以多少呢 乘以二分之一的八次方 好 那这样的话 这是三十 这是三十六 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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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二的八次方 分之一 那这个 九四三十六 所以约掉四的话 这是九 约掉四的话 变成六次方 所以是 二的六次方分之九 好 那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个条件距离算出来 这个就是四分之三 二分之二的六次方分之九 好 那这样就算出来 这个等于多少 这等于三三得九 这样的话就多了 这是二的平 约掉的话 变成二的四次方 所以二的四次方分之三 所以十六分之三 所以答案是十六分之三